養殖魚池中 一隻隻虱目魚 肚子都翻了過來 寒流來襲 不耐低溫的虱目魚 死了大半 就是那天掛著 現在來慢慢 想像牠的又療療一直死 這 隔一坡來要嚼死 航海災損 漁民苦不堪言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南下道七股視察 把握機會 漁民急著想要 爭取災害補助 政府能從寬認定 然後做一個 全面的性的補助 能夠多量把那個 9000塊的補助 拉高到3萬塊左右 9000塊回去 我們會回去再來討論 那絕對會是再往上挑 我們會授權給台南市政府 省技術要農委會的 一個專業的技術指導 函視都沒問題 會針對這樣的一個 含害特別來 原理更合適的 這樣的一個保單 保會的部分呢 農委會至少會負擔 一半以上 等不及政府給出補助 也有漁民已經想出 自救辦法 LED的使用 就是藻類深層燈 還有這個魚類的催眠燈 上一波的含有的 其中烤已經順利的歐趴 顏榮紅花了3年多的時間 研發結合 遠端監控 和LED藍綠混光 照射藻深層的 5G防含設備 可以幫助魚蝦保暖過冬 主要是利用水下生物 對於藍光跟綠光呢 還有這個穿透性 那我們讓這個藻類增生之後呢 它30公分以下的藻類 可以遞補上來 那水下生物就可以 比較能夠暖和 比較可以這個平安過冬 從跨年霸王極寒流之後 接下來全台還要急凍一周 漁業養殖也要跟上科技腳步 才能應變極端氣候的威脅 歡迎新聞陳言魏林嘉倩 台南報導